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X79 Extreme 11 设有7组 PCIe X16 GenP插槽 配合2组 PLX PE X8747 夹接晶片 能够以4组 PCIe 3.0 X16 全速运行 4Way SLI 或 COS5X 使用家打造高阶游戏平台 主机板设有X79原生的2组 SATA 3.0 和4组 SATA 2.0接口 另一方面设有一个LSI SAS 2308 PCIe 3.0 控制器 额外提供8组 SAS 2.0 接口 同时也可以向下兼用作为 SATA 3.0 接口使用 更支援 RAILING 1 1E 或 10 功能 即使用作建立档案储存库 亦有足够接口对应 X79 Extreme 11 在背板接口提供8组 USB 2.0 和4组 USB 3.0 接口 另外在主机板内 额外提供2组 USB 3.0 针状接口 提供4个 USB 缝 3组 USB 2.0 针状接口 提供6组 USB 缝 可见 USB 接口数量绝对能够应付不同用家的需要 创Borchrom 网络晶片组 提供2组网络连接口 支援高达1000Mbps 速度连接 内建Creative Sound Core 3D 音效晶片 支援THX2 Studio Pro 令音效失真更低 提供7.1 声度输出 可以选用传统 3.5mm HD Audio 接口 或者光纤 SPDIF 所谓输出 除此之外 主机板更保留过往常见的实用功能 如Internet Flash 能够自动搜寻新的 UEFI 版本 并自行更新 无需人手更新 BIOS EasyWrite Installer 可以令用家在 UEFI 界面内 转用Write 功能后 将Write 驱动程式复制至 USB 储存装置 无需利用原食硬碟机 方便用家设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